大战争 进军冲 大战争 进军冲 是元帅 真的是元帅 元帅 元帅回来了 元帅 元帅 是元帅 是元帅回来了 元帅 元帅安然无恙了 宫英元帅 安全归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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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带的头 是末将 请元帅责罚 带头者 军棍两百 面壁私过一年 其余亦干人的 罚军凤一年 以锦孝如 以后 你们别再犯了 末将领罚 末将领罚 这个无恼臣 还挺威风的嘛 元帅顶天立地 如何能不威风 我就讨厌他这样 这样一来放虎归山 恐怕 我们又要多一个敌人了 不会的 元帅会一直忠于天庭 忠于陛下来 当然如此吧 对了 这事让顾天王知道了 不会有什么事吧 最好把我给撤了 我这三太子 早就不想当了 宫英元帅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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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启禀陛下 北辰元帅出了九天门 田和君已撤军 去往云渝天岗了 北辰出了九天门 这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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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和君既然已经撤军了 那北辰元帅 就算是戴罪立功 这功过相抵 先前犯的错 就赦免了吧 诸位以为如何 陛下 那北辰本来就是 田和君的人 若是如此功过相抵 将来恐怕会 天下大乱哪 是啊 陛下 北辰罪不可赦 若是就这么饶术 往后天条 岂不成了百事了吗 臣能 恳请以下三思 诸位所言极是 是 既然这样 太白济星 先就派你传令 去云渝天岗 将北辰元帅召回 如何 云渝天岗 恐怕小臣无法胜任吧 那福兴去如何 臣 臣 难道就没有人 肯接旨吗 既然没有人敢接旨 既然没有人敢接旨 那朕就这么定了 免了吧 陛下圣明 山明水秀 不像是你的大白营嘛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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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大神静的小妖鼠们 这也太寒碜了吧 离你的大忌相去甚远哪 别生气 别生气 大王 大王 这个是悟定真人 我的老朋友 悟定真人 是二金仙 杨岚的师父 对 正是在下 正是在下 接下来 悟定真人会协助我们开发新武器 大家一定要配合 悟定兄说的话就是我说的 明白吗 让我们听人的命令 你要说听杨岚 我无话可说 听悟定真人算怎么回事 更何况是杨岚的师父 都听明白了吗 明白 明白 好了 你们接着忙 我带悟定兄参观参观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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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快点 好了 来 来 这是我的大本情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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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并朕军 天地已经下旨 取以重赏 要求在五年内 将凡间已经划分的妖怪势力 大体肃清 东生之州和南展之州 由九天门的军队处理 北剧之州和西流之州 将由云玉天岗征逃 不日战时将起 我知道了 兰儿可是还在齐来山 还在 夫人 他也在齐来山 我听说雾定真人 也去了齐来山 可小的在齐来山 却没有看见雾定真人 也没见他老人家离开那儿 师父在齐来山失踪了 端军 寻天府已经派了寻天将 寻侍东生之州 恐怕要不了多久 就会发现齐来山的医疑 要不要小的去齐来山 提前告知夫人与小姐 让他们尽早离开 王爷 王爷 生了 恭喜王爷 贺喜王爷 是位郡主 真 真是郡主 好好 小郡主 本王终于有个小郡主了 好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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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天和军 九天门舰队 已奉天地之命出兵 不知道师弟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听说齐来山的势力壮大了很多 看来师兄的单方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九天门的大军已经向东升之州进发了 我们得把消息传给小师弟 好让他早做准备 齐来山 你们说盘神在齐来山吗 凤凌 你听错了 没有人说齐来山 别骗我了 我什么都听到了 三位师叔 你们刚刚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啊 凤凌 事到如今 我跟你说实话吧 其实 师弟他 根本就不在凌云阁 而且他 从来就没去过凌云阁 这怎么可能呢 你们都跟我说盘神在凌云阁的 盘神也告诉我 他在凌云阁怎么可能 那他现在是否在齐来山啊 我去找他 难道你还没有听明白吗 师弟他走了 他不在这儿了 我们也不想啊 在这北斗摇光洞 他现在只是挂个名 他有他想做的事情 也不要再挂了 也不要再问了 好吗 是不是师祖 叫他逐出师门啊 凤凌 没有人逼他 是他自己要走 怎么可能 他花了一年的时间 才踏入关门 怎么可能自己会走 这怎么可能呢 就算他要走 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你们为什么什么都瞒着我 无论如何 他都已经走了 而你也应该把他忘了 不可能 一定是你们做了什么事情 逼他他才会走的 混账 谁教你这么跟师叔讲话呢 谁教你的 那盘石他究竟怎么了呀 他到底出什么事了 你问为什么 什么都不告诉我啊 反正我现在是练神经了 我自己下家去找盘石 你 凤凌 就这么让他走了 不让他走 又能怎样 我真搞不懂 那石头 到底有什么好的 我们若是能明白 就不注意到现在 还一直孤寡了 他们都骗我 为什么连你也要骗我 怕盘石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如果你真的过得很好 为什么不肯让我知道 难道你是怕我伤心吗 你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不肯让我知道呀 不行 我不能这个样子 我要去搞清楚真相 是 师兄 师叔都跟我说了 别去 齐来山 不是你该去的地方 练神经 你的童云术也去不了 我也不会让你去的 让开 师兄我求求你了 让开 等等 注意一点 别出事 有事 还有你这帮师兄在 多谢师兄 来 站住 坐下 来 你们都尝尝 为师的茶道 来 师父 师父 好了好了 你就不要管了 管得了一时 你管得了一世吗 要是这风铃真的出了事 怎么跟大师兄交代啊 怎么跟他的父母交代啊 有什么好交代的 一切顺其自然 命中注定啊 风铃也算是我半个徒弟 我的心里 也不比你们好受多少啊 你们记住了 你们记住了 风铃此去齐来山 你们谁都不要帮他 师父 您说要为苍生赌一个未来 那我们这一门众生的未来 又该如何 好 其实呢 我就吃些普通水果就可以了 不喜欢吃就别吃 我是说这药膳的药材极其珍贵 你平常忙着炼丹 还给我找药材做药膳 这实在太辛苦了 你怎么跟上次在丹栋里一样 说话吞吞吐吐 做事拖泥带水 活该没面吃 那多久的事了 你还记得了 你不也没问清楚 就把面给抢了吗 开始抱怨了啊 最近对我有很多抱怨 是不是有很多不满啊 无需忍耐 有什么缺点 说说 没有 没缺点 怎么可能没缺点 你都已经开始抱怨了 没事没事 我不会生气的 真没有 真没有 不变你 说啊 你 你让我说道啊 你呀 这脾气暴躁第一点 第二点呢 对黑子那帮腰的态度太凶了 我 第三呢 针线活不怎么样 这补过的皮甲 比没补过的还糟糕呢 说完了 你 还有 这面煮得特难吃 别别别别别 难吃是吧 我 我 我 想法很多啊你 你还跑你 你肯定对我有很多的想法 我 我 我 你还跑 你愿是不早点说 我 我大愿 我大愿把你师父弄到地下城了 就你这德心 我师父凭什么帮你啊 他要是拒绝的话 我就吓吓他 谁让这事非他做不可的 你要是敢让我师父受到了惊吓 让他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我告诉你 我哥第一个就不放过你了 到时候天和军还没到 我哥的官僵口群就已经到了 我什么人哪 不到逼不得已 我也不会用这手段吧 对不对 来来来来来 还是说点正事吧 我听说九天文军已经出发了 随时征战东升之州 那天和军怎么样 你问天和军干吗呀 他们管的是西流之州和北巨之州 跟咱们在是没关系 我就了解了解罢了 毕竟天和军要比九天门那帮傻子强多了 迟早要面对的 知己知彼方龙百战百胜 我要通知短嘴提高警戒 防着天和军他们 注意我师父的安全 知道了 我就算不怕你 也要忌讳你哥那把穿云刺月刀 谢谢你这水果午餐 还有那难吃的面 不过 我是不是要去看看那个老头子 你说 师父打算让我们守到什么时候 我们根本看不住这石药 总感觉 他早就知道我们在这里了 他究竟把妖怪都藏哪儿去了 按照我们前后知道的 这齐来山的妖怪 现在最起码有两万多了 可是任凭我们怎么探查 都只是感觉到两千不到 我总感觉 这齐来山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他们到底在我们眼皮底下 做了些什么呢 可惜啊 我们现在连二十里的范围都进不去了 什么都搞不清楚 没有 这么严密的范围 到你想藏什么 身外 这就是她要藏的 带上去 这可怎么办啊 他看的是反天的买卖 我这是上了贼船了我呀 别别别 别别别 是颜儿 跟我走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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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以为是谁呢 原来是尔海神哪 你难得一来 你还不打声招呼啊 让开 若是不让呢 不让 可以试试 你总是容易 你师父呢 你觉得 一个化神镜太乙金仙 还是物者道 能从这千军万马中活着离开吗 你想用我师父当人质 好你个石妖 当初就该在紫云碧波谈取你的性命 不晓得心血啊 你以为我扬言出手这里的妖怪 能获几支 不如这样 你我单挑 你不要伤我的妖柱 我也不伤你师父 你赢了 可以带他走 我赢了 他留下 你走 如何 怎么样 同意还是不同意啊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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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我单挑 自询死路 吃了就知道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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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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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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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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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让我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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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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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把好武器呀 真是麻烦 投降吧 你已经没有兵器了 不可能赢我的 是吗 是吗 这 这是物者到的 要完全修好 是办不到的 不过还是能顶着用 毕竟我对这东西结构 是比较清楚 你说是吧 接着打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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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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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知不知道刚才有多危险 他值得你为他拼命吗 值不值得不是你说了算的 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他是一只妖怪 你竟然跟着他去疯 你怎么就这么确定 他不是跟着我去疯啊 你再看看老头 他是缺胳膊少腿了 还是怎么着了 他在的这几天 我都是好茶好水地供着 怎么就叫害他了 你不报仇 你不孝顺 你就不让我报仇 不让我孝顺了吗 父母之仇 不共代替 你能忘了我可忘不了 天地老了 总有一天 我一定要为母亲讨回公道 你知不知道 无极圣尊的童子 早就潜伏在齐来山了 九天门的大军也已经开拔 到时候我怕你死无全尸啊 所以你还是怕死 身体繁复 受之父母 哪怕是历劫生死 就算是报恩 哥 你就这么怕死吗 有你这样的儿子 我真替他们感到不值 不 罢了 我要你现在就跟我回关江口 这地方不是你待的 如果不会呢 我这也要把你做回去 好 那就打败他再说吧 你当真以为我杀不死他吗 我干嘛 吴定兄干嘛呢 来来来来来 我们说说话 说 说什么说 说什么 说什么 我不能跟你说话 不说也得说 起来 坐下 吴定兄 说话 你看咱们那档子事怎么样 不 不谈 不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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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还是不谈 我 开玩笑的啦 别认真嘛 不过话说回来了 你那徒弟打烂我的东西 这不赔就想溜 这不厚道啊 那我那些东西 就算我给你打个半价 这你起码也得留在我这儿 打个百八十年的工 才能够赔呀 你说我说的在不在理啊 你好好想清楚啊 这天庭通缉你啊 你还能躲在我这儿吗 要是我通缉你 你就只能到杨岩那转悠了 再过几年 这杨岩保你不住 到那时候 吴顶兄 你就颠沛流离 晚节不饱啊 我想想都替你心疼啊 来 等等 让我做一个悲伤的表情 吴顶兄 你说我说的对吗 吴顶兄 我这都是为了你好啊 跟我回去 妖怪与天庭的事情 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不悔 那我就把这齐来山砸了 好 那你就试试 你不会是打算不赔吧 没 没 没有就好 这打烂东西不赔的人 我最偷了 就这么定了 他来了 他来了 咱可说好了 我生凭罪恨那些讲话不算话的人 如果不守信用的人啊 我恨不得把他碎尸换断 吴顶兄不会刚巧是这种人吧 当然不是啊 不是就好 你 你这个妖王 你这个强大王 说啥 没有 他在哪儿 在里面 不会我一推门他就跑了吧 不会 我齐来山天罗地网的 任谁都逃不掉 你这个没良心的王八蛋 不许进来 不许进来 明白 你这嫂子真够凶猛的 走吧 地下城毁坏的东西等了你修呢 你一门队要出去的妖怪都怎么处理呀 捧着 抬出去 你叫他来的 你怎么回事啊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在这里啊 你给我进来 什么 我 我 想打的话 换大点的地方吧 别担心就聊聊人一遍 打 老大 你这么appa 决定如何 祖师座下第十个狄传弟子 是 你和兰儿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你是个妖怪 就算你是解控祖师的 狄传弟子也还是个妖怪 在天庭眼中你永远都是妖怪 这你懂吗 有话就直说 不 不用扯这些不着边际的 仙羽妖怪势不两立 这是大事 我母亲因动了烦心 被天庭镇压在摇山之下 最后生死昏灭 兰儿是天庭册封的阑山圣母 是天庭的神仙 神仙一旦沾染红尘 因缘成型 月术花开 天庭不可能坐视不管 你即便反抗 也不会有结果 天庭的实力 不是区区的百万天君 若是那样 我扬言早就动手了 你们是不会有结果的 反抗也好 杨岚也好 如何结果 不是你尔海神说了算 我试试怎么知道 别听他胡说 我们走 别听他胡说 我们走 你也别太担心了 现在怎么办 现在怎么办 到时候月术花开 难道他要和娘一样 然后我再看着 我得外甥去反抗天庭就吗 要不 我们也反了吧 神仙不准婚恋这是铁律 若神仙婚恋 天道必乱 天庭向来不惜代价 镇压这种事 出手的 也绝不仅仅是天君 那 顺其自然 这个香囊 你一直戴着 我就知道 你不是真心要修我 你心里其实一直念着我的 对不对 其实我早就知道 在月老庙 你一直在暗中保护我 不光是月老庙 还有离开白海的一路 你都在暗中保护我 是不是 要不然 凭我的修为 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地 打扮那些虾兵蟹将呢 村心 我摇村心看上的男人 怎么可能是 胆小怕死的男人 他一直都是 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其实有些事 你不说我也知道 不光是修我 还有接受招案 你是因为兰儿妹子 才接受招案的吧 你是怕我们受到伤害 是不是 你为什么不说 知不知道 我真的差一点 就以为你不要我了 知不知道 这样我有多心疼 这一千年来 你承受了太多太多 你放心 以后有我陪着你 你不会再孤孤单单的一个人 自从我背脊白海 嫁给你的那天开始 我就想好了 我要跟你一起生 一起死 我赖上你了 你敢不走我的 不要看 我还给你做了这么多香囊 我要把你的心 你的人捆得死死的 你逃不掉的 答应我 以后不要再一个人承受 让我为你分担 好不好 你真傻 你不也一样 千年万年 千年万年 总有一天天道会变 等到那一天 我一定有霸台大叫 迎你回来 我等你 千年万年 直到那一天 我真的喜欢上她了吗 难道我真的喜欢上她了吗 千年万年 过来吧 聊聊天 我 雕虫小技 你答应过我 只要我帮你突破修为 你就可以答应我一个条件 还作数吗 当然 就算赔上性命 也作数 谁来杀 天婷 他们杀得了再说吧 况且 现在的情形 是就算他们不来找我麻烦 我也要找他们麻烦 那就好 都不想打算 不管以后发生了什么 你 都会履行你的承诺吗 怎么 现在想起谈条件了 还不着急 再等等吧 干吗 我 记住你的承诺 不然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铭记于心 永至不忘 怎么了 怎么了 没事 没事 放心吧 我只想静静地看看海 你 这才几天啊 我就这样 不行 不行 我一定可以的 韩世没绣仙之前 可以从奇莱山走到万空山 我一定也可以从万空山 走到奇莱山的 就算十年 我也可以的 天快黑了 对了 以他的身手 来的时候应该都睡树上吧 睡树上不怕猛兽 需要帮忙吗 老先生 你一个人在这儿干什么呀 老夫只是路过此地罢了 小姑娘 小姑娘 你一个人要去哪儿啊 我要去奇莱山 你去奇莱山干什么呀 我去找个人 不对 是找一块磐石 老夫也正要去那个方向 却会一位故人 你去找一块磐石 那不如咱们结伴而行 走上一阵子 同行啊 怎么了 你是觉得老夫会拖累你吗 不是的 不是的 老先生您别误会 我是我是怕我拖累您 我猜您应该是位仙人吧 我的道法还没有修够 如果您跟我同行的话 我怕您会走得很慢的 慢就慢吧 无所谓 对 反正长生不死 走得太快了 这时间也不好打发呀 那行 那走吧 老先生 你说你要去奇莱山找一个朋友 是什么样的一个朋友啊 你为什么千里迢迢地去找他呀 他是这个世界上最特别的石头 我要去亲眼看看他过得好不好 哦 他有什么特别的呀 小姑娘 要不要老夫帮你呀 哦 不用了 老先生 这种事情还是让我们晚辈来做吧 孙老阿佑 是我们北斗摇光栋的优良传统 走 走吧 你这样还打什么练吗 没事啊 我们可以炸椰草吃啊 老先生 您不介意吃醋吧 我带来野菜食谱的 这边有野菜 这边有野菜 我这图谱上没有啊 老先生 这不能乱吃的 吃坏了会拉肚子的 是吗 来来来 拿过来我看看 看看 你看 那不是有了吗 真的有啊 可是 可是 可是我刚刚怎么就没有看到呢 老先生 啊 这 怎么跟我的图谱上 有点不符啊 来来来 我看看 嗯 给 哎呀 差不多嘛 这个图谱总是跟这个食物 它是有出入的嘛 是吧 你看 这不是很好的吗 哦 好 好 老先生 你给 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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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做噩梦了 是梦到那个磐石了吗 让老夫看看你的梦境里面 有什么与食药有关的 能为我所用 放心吧 我会照顾好师父的 等事情一结束 我就把师父送回昆仑山 九天门的大军就要到了 你若是再逗留在齐来山 会被他害死的 有天庭密探在 我不能离开关江口太久 若是九天门大军到了 马上回关江口 知道吗 兰儿妹子 这次你就听你哥的吧 兰儿和我师父 若是少一根头发 我就踏平你齐来山 金眼婴 银儿全 送村心回白海 是 是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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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一事后 在咱们齐来山外围巡视 后面跟着玄圣神将和一万天兵 来得可真快呀 端醉 召集地下城所有的精英部队 走出地下的日子 很快就要到了 让他们全属出击 玄圣神将就交给我 其余的 都是你们的任务 全员出击 是 你就别跟来了 乖乖给我待在洞府里 为什么 你怕我有危险 怕你抢了他们战功 小心 齐来山养精蓄锐五年 终于等到测试的机会了 今日 就拿玄圣神将来祭祺 走 怎么了 圣母大人 你没事吧 对了 圣母大人说他要突破华山镜 你们两个全力迎接 把齐来山给我守住了 大王 你去哪儿啊 大王 你让我们怎么守啊 你别跑啊 他先前可曾尝试过 将修为突破到华神镜 师兄 你有所不知 我收养兰做徒弟的时候 他哥哥告诉我 他有心结 所以无论如何 都修炼不成华神镜 你刚才说他有心结 他的心结是什么你可知道 这还用说吗 舅母亲 反天庭 如今他的母亲已经死了 剩下的 就只有这第二个心结了 不 他的心结打开了 什么 他的心结打开了 准确地说是松动了 没先前那么执着 也就是说 要么 他已经看到了反天的希望 要么 就是有其他的心思 进入了他的心 离至于原本的执念有所松动 诱惑者 两者皆而有之 师兄 这说明 他可以突破自己的修为了 这可喜可贺啊 五者道不比行者道 要么是无心结 要么是有心结 无心结突破顺畅 有心结 则根本触碰不到突破的门槛 他现在的情况 是基于两者之间 因此 才更有可能害了性命 师弟 我佩邪要先给他服下 缓解他这次伤势 但只能缓解不可治本 修行之时 最好奉劝他停止 杨岚的寿缘不多了 杨岚曾受七剑断脉之刑 伤了修为 以至于寿缘受损 如今之计 只得以天陶续命 否则 原来如此 我知道了 天陶园里的天陶摘下来之后 顶多放一年 否则就会坏了 现在 除了天陶园里 别的地方根本就没有天陶 而且 只有精英盛会之前 才能允许人进去采摘 如今 这周围如铜墙铁壁 就算是杨岩 都进不去 看来 杨岚寿缘不多的事情 这天庭是已经知道了 所以依我看 这天帝不放心他们兄弟俩 这是要置杨岚于死地呀 怎么样 感觉好一点了吗 你和我出去 看来 你和我去找我 搞成这样 你必须要好好休养 你在紧张我 我答应过你一个条件 当然要护你周全了 这也属于是交易范围 我是履约而已 是吗 那如果我去惹天庭 你会去帮我吗 想过 我之前想的是 你把我卷入 这杨岩肯定也逃不了 有他助力的话 也不是一件坏事 实在没有办法的话 那我就把你给保了 藏起来 这天大地大 天庭也找不了 一旦我修为成刑 你肯定也不是我的对手 这也不算违反协议啊 那现在呢 你会把我绑起来吗 你不会反天的 最起码在准备妥当之前 你不会 我们的目标一致 如果我反天呢 你会把我藏起来吗 我会 到时候考虑到安全问题 我会这么做 你雷游泉谷 九天门的事怎么办 你现在还有心思管这些 齐来山是我们的心血 我怎么能不管啊 而且短卷和吕六拐 也没有到 能够掌控大局的时候 关键时刻也不管用 要他们干吗 好啊 你休息吧 没事的 来 来 这以后要占天斗地的堂堂石王 再干这个 我也太没追求了 他怎么样了 我这当师父的 真是担心死了 你说我救着一个人类的徒弟 这要是有什么事 可怎么办呢 师弟 借一不说话 师弟 我说个事 你别紧张啊 其实风铃离开 离开了北斗摇光都 前往齐来山找你去了 什么 什么时候的事 已经好久了 几个月之前吧 我们在谈话被他偷听了 所以瞒不住了 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 怎么会让他自己一个人去呢 你先别激动啊 我怎么可能让他一个人去呢 我也想追上去的 结果师父不同意 他说风铃没事 你们不用担心 你放心 师父这么靠谱的人 他说话不会没有术的 师弟 心疼了 你说你紧张那个 又紧张这个 你 你不怕他们误会啊 你说什么呢 我一直把风铃当妹妹 当然会紧张啦 我一直把风铃当妹妹 那你要说清楚 师弟啊 你把风铃当妹妹 那你把杨岚当什么 啊 妹 这是什么事啊 让你快回来啊 你快回来啊 全上都打来了 宣伤都打赖了 宣伤都打赖了 你快回来啊 宣伤都打赖了 那我们生士气啊 是啊 大王 我求你了 别玩了 你再不回来 都得给我们收尸吧 我玩什么玩 我做正经事的 快回来呀 大王 总之杨岚一好转 我立刻回来 你们先给我顶住 还有 有件事 你帮我留意一下 我有个朋友近期会到齐来山 一个女孩子 是人类 二十岁左右 叫风铃 物者道 恋神静修为 白师哥 你让我去哪儿找啊 就算我吩咐下去 谁又空去啊 谁啊 你回来才是皇道啊 大王 知道了 杨岚还在危险期 我绝不能丢下他不管 师父还没回复吗 没有 都这么久了还没回复 怎么回事呢 先是姚寸熙 物定真人 然后是杨岩 现在是九天门的天君 统统都上报了 到现在连半个回复都没有 这该如何是好 小卫如则 尸位如此地 找这样走的话 要走到什么时候 老先生 您怎么都不喊我呀 你看都是上三杆了 这样下去的话 我今天又走不了多少路了 休息一天又何妨 你昨天走得太累了 那哪行啊 这样的话 我什么时候才能走到东城之中啊 老先生 您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吗 有什么不对啊 我怎么记得 我们昨天睡觉的地方不是这儿啊 难道我们睡觉的时候 被别人换的地方 你记错了 你看 这堆篝火不是你昨天点的吗 还有 那堆树枝不是你昨天捡的吗 还有 周边这一切和昨天是一模一样啊 好像是啊 是我记错了 老先生还好有你在 不然我都乱了呢 走吧 早点赶路 早点赶路 昨夜无极圣存托梦 说有贵客熙来 必要好生接待 特此守候 打扰了 请 请 请请 老先生 冠主说无极圣存托梦 让他接待我们 可是圣存真的托梦了 这个老夫怎么会知道 你要问冠主才是啊 那老先生也是神仙啊 官主对我们如此热情 是不是应该送他点什么 是该送他点什么 那就送他 一个悟道的机缘吧 这可是个大理啊 众多妖孽 看你们没有躲避的树林 如何躲藏 给我进去烧 是 来 宣圣放火烧山了 什么 混蛋 宣圣居然敢烧齐来山 那 那现在怎么换 大王 你快回来吧 齐来山都快被烧光了 我们没你不行啊 倒手 啊 动手 一起冲上军舰 行了 宣圣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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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干什么 要我们去欺权盛 还想我们死得不够早啊 有秘密武器 弹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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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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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巡舍放火烧山 你干什么 带我走 回齐来山 不可以 悠泉师兄说了 你现在情况不稳定 如果有什么变数的话怎么办 在这里 悠泉师兄还能帮忙呢 没关系的 我自己的身体我清楚 而且 药理其实我都懂 不行 这玩笑开不得 不行 一定要回去 不然就来不及了 齐来山是我们共同的心血 我不能看着他毁于一旦 赶紧回去吧 师弟 听凌云师弟说 你恢复得不错 但是此病还需尽心调养 多谢悠泉师伯 保住杨岚的性命 等等 师伯 我混了这么长时间 都没混到你叫我师伯 现在叫人家师伯了 这丫头 悠泉师伯 我打算现在回齐来山 应该没什么大碍吧 现在就回去 旅途劳顿 于病情不利 若你们执意要走 我配一些丹药给你们 也无不可 小师弟 你随我过来 师弟 我的药只能缓解 无法根治 若要彻底根治 记得师兄跟你讲的 要尽快设法 多谢师兄 我明白 老先生 你说要送那个灌主 一个悟道的机缘 可是忘了 已经送了 能不能悟到 就看他自己了 已经送了 是吗 快丢火了 快啊 快丢火啊 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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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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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极圣尊哪 天道已经好生款待贵客了 你为何如此对待贵道啊 风铃不明白 那个灌主自认为受圣尊托梦 接待我俩 以此邀功 以示旁闻 倘若修行 只要跪在圣尊向前乞讨 便可如愿以偿 那还了得 今天他只是接待我们 老夫便送他礼物 他会更加卖力乞讨 路也会越走越歪 所以老夫送他礼物 便是让他反攻自省 莫忘初心 老先生 你看 那是什么呀 你都看不清楚 老夫老眼昏花 怎么能看得清楚呢 该是有人腾云越过吧 腾云 他速度好快啊 我何时才能像他一样啊 小姑娘 马上就要到齐来山了 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呢 老先生 到了之后您会去哪儿 还是您会在齐来山 多留几日呢 不了不了 老夫还要去会会友人 等到了海边送你过了海 咱们就各走各的了 谢谢您 老先生 你这是为何呀 这一路 是您送我过来的吧 咱们是结伴而行 何谈有颂之说呀 老先生 您莫要否认了 凤陵有自治之名 我短短数日啊 定是无法穿越 十万八千里的 若是没有老先生 我不知何时才能到达齐来山 也不知道 我现在还能不能活着了 可是凤陵居然还不知足 想着到了齐来山 如果遇到什么事情 还想请老先生帮忙 现在想着真是不应该 还请老先生大人有大量 原谅凤陵 大恩无以为报 唯有败谢了 老先生 以后的路还是让凤陵自己走吧 盘石没有修仙之前都走过 我想我一定也可以的 那我们就在此别过吧 老先生 这 这 这个便当是我送你的临别礼物吧 女孩子 就要有个女孩子的样子 老夫被你弄得 像自己嫁女儿似的 你这个女娃呀 还真是不让人省心哪 她身边 不是说有一个杨岚吗 她可是天上地下难得的美女 你既然去了 可不能被她比下去 拿着这个 你要是有什么事情想见老夫 他能帮助你 谢谢老先生 如果 我身体不允许我离开幼泉子 你会丢下那些药 留下来陪我吗 你对我这么好 应该 不是血液内容了吧 我有种预感 我欠你的 恐怕这辈子也还不清了 若是有朝一日 我背叛了承诺 没有接受你提出的要求 你会怪我吗 会 如果你背弃为承诺了 我就让你后悔一辈子 是吗 那还挺好的 有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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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把王回来了 狐狸们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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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敢放火烧山杀我妖中 我看你是活腻了 大王哪 大王 你可回来了大王 别动 我还以为我这辈子就见不到你了呢 行了 行了 我不回来了吗 都做丞相的人了 哭成这样 你不嫌丢人 我还嫌丢人呢 真是高兴的 高兴的 师哥 九天门军已经溃半 所有天兵天将 我都检查过一遍了 全部拿下 没有一个漏网之鱼 这什么玩意儿啊 幽吗 看起来不像幽 应该是连通魂魄一起炼制的法器 法器 认主的法器 我是谁都能用的 反正我吃素的 你们谁喜欢 拿去熬蛇羹吧 大胆妖孽 竟敢对我的法器 吃火锅吧 可以分着吃啊 记得留一份给杨兰啊 你这个罪肝万死的食药 昂藤卑恋的东西 你竟敢 竟敢要吃我的赤龙 我迟早让你付出代价 我要让你祖宗十八代的魂魄 永不翻身 你会后悔的妖孽 本大王生平最敬佩英雄了 好像玄圣神将这么有骨气的 本王是最敬佩 短嘴 把他带回去 扣上琵琶鼓 好好招呼招呼 别浪费他一身的傲骨啊 对了 问一问玄圣神将 这次九天门出征的将员名单 还有兵器配置什么的 他若不招 就想办法让他招 各种办法 撒盐 夹手指 弄冤了 我把你弄醒了 重新再来一次 一定让他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大王 善待战俘才是君子之风啊 那他们有好好善待我们吗 我要让那些天将 都把我当成疯子 对我有所顾忌恐惧 这才不敢再招惹我齐来山 属下明白 师哥 剩下这四个活的怎么处置 放了 让他去给顾靖通报 让顾靖知道玄圣神将就在我手上 看他怎么反应 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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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这儿 好 他喜欢简单雅致的风格 好嘞 好嘞 所以记住了啊 整个屋子色彩不要太浓 好好好 大王 玄圣受不住行全招了 都记录在这里边了 你处理就行 好 来 大半掌 来了 是 我 我说 这柜子咋放这儿啊 不把窗户挡死了吗 我放你 是是是是 那这里应该放个大床 好好好 被褥要最舒适的 那窗户再开大一点 好 好 偷偷吗 好 手下记下了 这里呢 我看看啊 就放个大的药柜 药柜 药柜 方便它炼丹 对不对 对对对 这屋里都放一些 红花草草的啊 好 好 好 每日一定要更新 好吧 是是是 放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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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王 顾敬的特使来了 你先应付着 我一会儿就来 是 是 还有 好 本官大老远的 来到你们这穷乡屁上 已经是给足了你们面子 可你们的头领 到现在都不出来相见 也不让本官见玄圣神将 你们究竟是何居心 简单点 有什么要求 直说 芳芳 放了玄圣神将 行啊 拿天桃来换 天桃 好 石王果然快人快语 不过这说起来 玄圣神将 乃是九天门四大神将之一 自然不是这区区一两个 天桃可别 只是 别跟我说那么多借口 玄圣神将换天桃 我已经亏本大甩卖了 如果再亏的话 我宁可让它烂在天牢里 拿不来天桃 你就让顾天王 给玄圣神将收尸吧 石王 那 那要多少个天桃啊 一百个天桃 一百个天桃 石王 你这是狮子大开口啊 我这不是狮子大张口 这是明码实价 而且我也不打算打折 要是顾天王不答应 那也没有谈下去的必要了 石王 石王 是这样 这个 临行前啊 顾天王特意叮嘱在下 说到了这奇来山 一定要见到玄圣神将 还请石王成全 这毕竟若是见不到了 那往后莫说是天桃 其余的 也没有谈下去的必要了 你说是不是 好啊 既然来了 那我带你好好走走 你们跑到报复座 别管他们了 咱们走 这 这 玉庸 这是哪儿啊 不是 这 怎么 这不是你想见到的吗 我 我这 你 你 你对他用刑 这实在是 曾鱼 曾鱼 玄圣神将 曾鱼救我 玄圣神将 曾鱼必定竭力而为 还请神将 稍稍等候 稍稍等候啊 曾鱼 你回去告诉顾天王救我 这个妖孽 他不是人 他会杀了我的 曾鱼 你回去一定告诉顾天王来救我 但我逃出牢笼 必定中谢 好 曾鱼 曾鱼 叫曾鱼是吧 是 是 刚才你说我对他用刑 不是 不是 我 没错 我承认 我 我也知道这习惯是不好 不过我就是一块石头 一块住在山沟里 没什么见识的石头啊 你们难道对石头 有这么多要求吗 更何况 天堂还没到手 我 不是 让我脾气更恶劣了 当然找个地方撒他气 对不对 不是 石头 你说 在顾天王还没有明确拒绝我要求之前 我会尽量 尽量控制我的脾气 不让玄圣神将丢了性命 但如果到时候真拒绝了 但如果到时候真拒绝了 我向你保证 玄圣神将的魂魄 你们是别指望的 不 师傲 我问不可呀 所以你还是如实禀报顾敬 这同僚之间 玄圣神将不也恳切地向你请求吗 所以你还是赶紧别悟了营舅的好时机呀 你说 是吗 他真的是这么说的 是 小小的石腰谁给他的胆子 敢跟我顾静叫板 真是目中无人哪 岂有此理 天王 做两手准备 同质诺家让他速速赶来 一百个天堂 我让他有命拿 没命吃